据俄媒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在以视频方式 参加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的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领导人会议时表示 基安组织成员国所在地区面临的外部环境并不稳定 且正在产生新的严峻挑战与风险 危及各国安全 普京表示 美国与其盟友从阿富汗撤军 及阿富汗塔利班再度掌握阿富汗政权以来 阿富汗国内局势发生剧烈变化 这要求集安组织成员国加强协调和团结 维护各国和平与稳定 保障地区安全